主料,莲藕一结,精品五花肉,250克,辅料,面粉300克,鸡蛋一个,姜一片,蒜三半,蒜苗一根,盐若干,鸡精粉若干,小苏打10克,酱油一烫勺,黑胡椒5克,糖15克,取新鲜莲藕一结,削皮,洗净备用,莲藕切片,切片大小,将均匀,选取肥瘦均匀的精品五花肉半斤, 去皮,把五花肉搅成肉泥,并把蒜末,姜末切碎,放入肉泥中加料搅拌,在肉泥中放入鸡蛋一个,黑胡椒,盐,糖,鸡精粉,顺时针拌均匀,取切好的藕片,每两片加入拌匀的肉泥,切切用肉泥把藕片的孔填满,制作藕家的果粉,需要面粉,鸡蛋,淀粉,盐,鸡精粉,搅拌成面糊, 油五成热后,把藕家果面糊,放入锅中翻炸,将油锅烧热,依次放入葱花,蒜拌,并把炸好的藕家加水放入锅中,熬至汤色奶白,加银与鸡精粉,即可出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